嗨 好好好 穿著黑色上衣 緩緩走出機場通道 高雄市長韓國瑜春節 帶著全家到巴黎島度假 終於在七號晚間 反抵郭門 休息了幾天 然後睡覺睡到 比較能夠恢復體力的 睡到自然醒 感覺體力也比較恢復 恢復非常的多 可以重新開始工作 自朝去修煉歸習大法 牽著太太李嘉芬 同行的還有韓濱 跟他的最佳助選員 許淑華 對比先前為了市政奔波 滿臉疲態 韓國瑜精神明顯 好了不少 不過春節放鬆出遊 卻惹出爭議 整個公定假期 連續假期幾天去放 去把這裡放鬆一下 我不怕 當高雄市長不怕吃苦 事實上我已經皮包骨了 只要有真的用力 心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體力已經幾乎到了 燈乾油鏡很累很累的狀態 所以我去修個幾天假 高雄市每一天都有一位副市長留守 這個還有什麼批判我不理解 高市府前秘書長陳瓊華 大過年就在臉書開酸 強調陳菊放不下公務 韓國瑜上任沒多久 就能放心出國 讓他下巴快要掉下來 如果一定要每個陣子能夠完完全全消耗到體能到了 真的到了燈乾油鏡 我相信對選民來講未必是一件好事 好不好 而且我也很節制 我大概也就才五六天而已 九天的假期 我趕快回來 明天要繼續上班 我想這些人酸言酸語 是非常無聊的 面對酸言酸語 平常心面對 韓市長強調明天就會 開始上班 沖寶店專心市政 要用實際行動 帶領高雄杜絕有心人士的悠悠之口 記者林宗正桃園報道